大家好,一直有粉絲,問我是哪裏人 看到前面這條村,我是平山鎮古堂村 這裏就是河洞村和古堂村的兼界處 雖然有些山,但鎮上獨有漁園也有車接送 迎面走過來,擔著和冠,就是我們人大姐 很多粉絲都認識他們 上次我去他家看年齡,大家還記得嗎? 大姐現在擔鑼管要去種椅 這條圍欄這麼高,我空手也很難過 走,我們一起去幫手種椅 有沒有搞錯,這樣的路怎麼行 打滑塔,大姐又留了一支鑼管 下去更容易點,一滑就下去 到時有收繩,怎樣擔上來呢? 走得小心翼翼,差點滾下去 下面的沙地也很漂亮,很濃厚 姐夫白天要去做工,晚上才會來 所以家裡的農會成大姐姐的做工 很勤力,種齊很多地 種田種地,樣樣都做得齊 她之前兩夫妻是做東莞種菜的 所以做慣工手夾很快 後來要大天回家讀書 沒辦法才回家 之前有粉絲問,什麼叫做悶忍大姐? 以前比較流行 介紹他們成功之後 就認她做女兒 當初是我阿婆介紹的 應該是認我阿婆的 但後來她認到我媽 所以我媽就 爸爸多了一隻女兒 以前很多人有記跡滿人類的 現在介紹成功了 就吃頓飯給紅包料理的 我這樣講大家聽得明白嗎? 沒有明白過,再評論居再問一下 下個視頻再解答 這一大片,包粒都是我大姐家的 說她做這包粒 為什麼剩這麼多? 兩包三包都有的 都是很多,很高產 但感覺上很利包 年過了這麼久 捲點香菜 還有點嫩,很嫩 家裡很多人吃,說很臭 不過我很喜歡 我記得之前在外面 1元只有2條 就連旁邊阿姨都來問那些 說很漂亮 這個阿婆這麼老 也挺害怕的 農村人真是馬分年紀 只要走得動 都少做點田地 找到很多菜 我連交代都準備了 看到我大姐鼻子這麼多匡 就知道有多少雞 我又幫她拿菜去餵我 看到嗎? 左邊這邊,全部都是大姐餵的雞 她每天都是做工會餵雞 都很硬 這邊就是人家隔壁屋 很漂亮 有雞 有鴨 有餵 就連兔子都養了 家裡有喵 有狗 兩隻豚很大隻 什麼時候湯豚吃啊 大姐 又帶大家來探望你 回到家裡 大姐當然有兩天給我開會去 原來是我最喜歡的菠蘿 人家當然吃多菠蘿很爛的 我麻煩 多少我都愛 上次做過外野還沒吃了 又給我開會去 好啊 有人給就好 賣錢 這兩個是什麼 又給我嗎 空手拿就拿一袋會去 爽嗎 又給這塊我拿會去嗎 那是什麼 大家懂嗎 這些這麼好的大姐 人家多兩隻都麻煩 大家說是嗎 快回去做得 等一下大姐連菜夾都給我拿回去